德州休士頓因哈維颶風成為重災區 南加州慈濟聖谷愛滿地聯絡處 承擔了醫療急救包的包裝工作 長青樂活班學員也投入支援 醫療事業他們準備要 一共要送到前線去 2000多個急救包 會所內部 我們已經舉辦了 災界懺悔祈福會 這是為德州這次封災所舉辦的 而平日慈濟和社區互動熱絡 有民眾主動請來捐款 或致電志工前往收善款 包括會計師事務所 以及廣東同鄉會 海寧同鄉會等 更表達了他們心中的祝福 對於在那邊的同胞 我想我要說幾句話 就是你們並不孤獨 雖然我們不在那個區 但是我們心裡面 跟你們都是同在 雖然這個情況可能會有一段時間 但是你不用放心 我們是永遠跟你在一起的 我們大家都支持你 可以早日去撞回自己的家園 希望你都保持身體健康 善行存在於生活日常 亞洲超級市場的結帳櫃台 也是民眾愛心匯聚的地方 大愛新聞真正美職工劉桂英 林芳一 葉敬鴻 美國報導 你會想